顺治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六岁,此时的皇帝虽然年幼,但是面临的问题却十分严峻。顺治帝作为满清守卫入关的帝王,必须稳固自己的权利,还要和蒙古各部落保持良好的关系。 而孝庄太后,为了帮助儿子坐稳皇位,同时加强母族的势力,就从自己的母族挑选了几位女子,入宫当顺治的妃嫔。 但是,太后的举动却让皇帝十分反感,送来的那些女子,个个不得皇帝宠爱。 直到1656年,皇宫中一对姐妹的出血,改变了后宫大多数人的一生。 这一年,董厄氏家族的两个女子被选进宫,都成为了顺治皇帝的妃嫔。 但不同的是,姐姐一进宫即获得了贤妃的封号,而她则默默无人地消失在顺治帝的后宫之中。 只是一个低等的士气,姐姐得到了顺治帝超乎寻常的宠爱和痴恋,很快生下了皇子,被顺治帝称之为镇的第一子。 并且在短短的时间里,由妃进封为皇贵妃,解赐于皇后。 而她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宠爱,更没有机会生下自己的孩子。 由于顺治皇帝为姐姐做出了许多愉悦理智的事情,惹得孝庄太后非常不满。 在皇帝驾崩后,孝庄太后更是悲愤不宜,认为是懂恶事造成了这一切。 为了平息孝庄太后的怒火,更为了保全自己的一家人,所以,她主动提出要为皇帝殉葬。 这个想法果然得到了孝庄太后的赞同,于是,在1661年,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在她去世后,心极为的康熙追封她为珍妃。 几百年来,顺治迪和董恶妃的爱情故事,被无数人津津地倒,却不知在他们感情的背后,是另一个女子的悲哀。 珍妃一生无宠无子,死十年近二十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